滑的越来越快怎么办 单板双板都有的一个常见问题 甚至滚头线的这个速度都一样 但垂直于滚头线就是水平的这个速度 就会有很大区别 这个振幅的调节 你尝了三个点吧 增加这个反共 滑雪越来越快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改进它 咱们今天就一起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嗨 欢迎回来楚河山里人 我是一涛 咱上一个视频聊的滑雪轨迹 呈Z字形怎么解决 尤其是在走弯呈Z字形 如何滑成一个圆润的S字形 咱们今天就聊另外一个常见问题 越来越快控制不好速度怎么办 双板和单板问题的原理是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滑雪的原理是非常相通的 而单板你可以看一看 也会对你的滑行有所帮助 如何在走坡控速 咱们主要从三个点讲 第一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通过这个弯形的控速 你看滑的好的人 就是它无论是在陡坡还是在缓坡 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匀速的状态 就是它再缓一点的 它滑50或者60公里每小时 在抖的地方它也是这样 甚至在虎包就雪框非常不好的时候 它还能保持就是和在缓坡匀速的 它都是匀速的就无论什么雪框 但有的滑的不好的呢 就是它躲坡它划停了 然后它缓坡就放速度冲得很快 在雪框不好的时候呢 它控制力也差 尤其是那个雪框经常出现变化的 比如说滑着滑着忽然有一片冰 然后这种人就很容易摔倒受伤 或者撞到别人 或者滑着滑着的时候出现了 就是一些骨包 然后很容易就被弹黑 然后这种情况呢 就其实是因为你整体的控制都不太好 怎么样能达到就像高手说的 就无论抖坡缓坡都能是同样的一个滑行的速度呢 就垂直速度都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你仔细观察那些高手滑 它的垂直速度 就是顺着滚螺线的这条速度 它是几乎是一样的 抖坡缓坡 但是它水平的速度 就是垂直于 你看这是滚螺线 我这只手是滚螺线 然后顺着滚螺线的 这个速度都是一样 但垂直于滚螺线就水平的这个速度 就会有很大区别 在抖坡上 这个速度怎么来的呢 这个就像 那个 咱们来说那个 sine 鱼旋 就是正旋鱼旋的那个 它这样的波 它是 它那样就直走 的波 然后它这 它有阵幅 它滑行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湖 胖的弯 有瘦 就是胖的弯 有瘦的弯 胖的弯就相当于它正幅大嘛 就是它水平方向的位移大 水平方向的位移大 它瘦的弯就是它正幅小 它水平方向的位移就很小 然后它垂直的这个就是波速呢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正幅不一样 它高手就是通过这个正幅的调节 在走坡 比如说在黑道 它正幅就大 在那种缓的地方呢 它就是 就是滑的就瘦了嘛 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来控制就是它的速度 通过这个把这个弯滑胖 滑瘦来实现的 但这个如何把这个弯滑的更胖更瘦 而且同时又还能很圆润呢 就是通过你对你的血板的加压和释放 以及刹身分离 还有很多 这个这些都是一些特别重要的原理和练习了 就讲起来就非常长了 可以看我们之前的练习 这些类似的内容 重要内容我们都讲过 这个弯形控制的练习 有一个比较简单容易做的 这个练习对走刃也很有帮助 控制弯形的这个练习 其实就是回山 你可以控制回山的这个角度 然后来改变你这个弯的弯形 而且你看回山它本身就可以控制速度 你回山是可以回到停的 来咱们来坐一下 这是什么呀 喷气是飞机吗 好响啊 先划一下 我先划一下胖的弯和瘦的弯 先划一下胖的弯 再划一下瘦的弯 然后咱们再做回山 然后你先看一下胖弯和瘦弯 划一下胖的弯 这是比较胖的 然后再划一个比较瘦的 胖的弯和瘦的弯 这个弯形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咱们再做一下回山 你看通过这个回山的角度 你改变这个弯的弯 回山就可以回到停 然后回山是一个大回转 它基本上走的是自然弧度 而且它基本上是走刃的 回山呢 这个板子都冲向这个山上了 冲到山上的角度不一样 如果你速度非常快的话 甚至你这个回山可以转一圈 就是像那个蜗牛 像那种海螺的那种形状 然后你把这个回山做完了之后 如果没人的时候 回山吧也需要看人 它很占血道的嘛 特别占血道 所以最好在 你看我们现在就没人 如果你没有这种 特别空旷的血道的话 你就一定要看 等人都下去之后你再晃 它就练那个往 就是往山上转板 就是那个海浪弯什么都可以 单独的回山回到停 你做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让它那个连续起来 就是它回山了之后 它还有一点速度 你就开始下一个弯 然后就下一个回山 它有点花这种 这种形状 这种形状 就是特别 特别胖的弯 通过这种弯形呢 你就在陡坡上 但是你肯定需要没人了 你要有人的话就装上了 还有一点这个弯形 就是弯的胖瘦 它其实也不光是这个范围大小 其实主要是它的这个波 这个就阵幅和这个波的波速的比例 就比如说你看 你这一个波是这个样的 它是一个很胖的 它是一个很深的弯 但你这个弯你可以缩小 然后你也可以扩大 更大的一点的回转 就是范围更大一些 但是弯的弯形是这种弯形 而且更深也是好控速的 你把它缩小一点 就频率变得很高 就像小回转一样 那种滑的非常激烈的小回转 它左右的 就是它滑的范围也没有特别大 就只有那个一个压雪车 就是可能比这个压雪车 就是一个车车还要窄 但是它这个幅度是特别大 就是看起来它幅度特别大 它频率特别高 然后那个样也可以达到 非常好的控速的效果 从说我讲的不清楚 就是因为它转弯的时候 板子的角度它更大了嘛 至少是跟滚落线垂直 甚至大到往山上回了 然后它就可以快速的减速 它那样的话 无论它滑的宽还是窄 它都可以很好的控速 这是它控速的关键呀 对 板子旋转的旋转变大 对 它旋转的滚落线的角度 是它所谓弯的深浅胖瘦的关键 那样它既可以滑的很宽 也可以滑的很窄呀 对 厉害 然后就是第二点 其实就是立刃的角度的关系 这个立刃角度的关系是通过反弓完成的 为什么要增大立刃角度一定要增加反弓呢 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反弓的话 你看你身体一个倾倒一个内倾的状态 哎呦 我山下的板都离地了 我山下板都离地了 你看我倾倒 我还没有很大的立刃角度来 我山下板就离地了 而且咱滑行的时候 山下板至少要承担一多半 立刃分配山下板一开始是更多的 然后一直增加增加到完全上下板就可以 山下板内刃 让鹤弯呀标枪弯呀就内刃来划 然后山上板的内刃才慢慢乘血 然后再继续再继续往上的话 力量才会更多的平均分配 一开始就包括比较高的水平都是 山下板重量是重量大了 所以要达到这种情况呢 就一定要需要增加这个反弓 你看我增加反弓了 我立刃角度增加了 但是我这个山下板还能更多的重重 所以是一定需要反弓 反弓是山下身分离的一部分嘛 然后山下身分离那个视频讲非常详细 看那个比较好 为什么立刃角度大 能帮助你控速 你看咱们说最简单的 就是你在横滑降的时候 你在往上滑一立刃 它这个你就能撒住车 往上滑一立刃就能撒住车 你在滑行的时候也是 如果你是在走刃的时候 你立刃角度高 板刃上的压力大 你这个雪板就只能顺着你的这个板刃走 然后在雪道上留下深深的一道痕迹 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搓血呢 在陡坡上嘛 在很陡的坡 非常陡的坡 纯卡冰 纯那个走刃 呃是很难的 就是你需要对这个弯形 你需要很好的控制 还需要很大的空间 因为走刃的话 它是走雪板的自然弧度 它这个弯都比较大嘛 所以就是在很陡的坡上的话 多少带点搓血 搓血要减速 搓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搓血要比那个好的卡冰滑起来 表现力还要强 搓血并不比卡冰要低啊 你高立刃的情况下 稍微一搓血 它那个减速减的是非常明显了 你只需要高立刃有一点搓血 就看起来非常有滑的非常动感 非常有表现力 有一点点搓血 你就可以对速度有很强的控制 所以很多人你看 它滑的很好 在陡坡上那个小回转滑的非常帅 你感觉它都是在走刃 其实它是也有点搓血 但搓血很小 但就这一点点搓血 在高立刃的帮助下 它又能实现非常完美的 就是非常好的控速 然后那个就是立刃呢 咱们就一开始就是多做一下这个 多做一下这个斜滑降 这个横滑降 斜滑降 就可以多做一下 这个感受一下这个立刃的感觉 就是这个地方雪实在是太 雪太好了 就如果是雪没有那么好 还好做一点 要早早走一点了 这个雪太好了 很软的雪 你对脚腕 膝盖 髋关节让控制 你通过这个三个关节的控制 通过反弓 髋关节和脚腕实现这个反弓 来对你这个板子立刃加压 这个横滑降做熟了之后 你对这个立刃的控制就是沙压 包括它的灵敏的程度 你的下压的频率都为一个极大的提升 不要看不起这些基本功 这些基本功 才是你滑雪的一个 提高的一个保证 以及你滑雪表现力的一个体现 基本功是最厉害 第二点 立刃角度 然后就是第三点 在陡坡上面 就是你高立刃 然后要刹车 就带点搓雪 搓雪 就是咱们要讲第三点 这一点是搓雪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 觉得搓雪不高级 卡冰才高级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咱们滑雪呢 你看像咱们这个雪道上 如果你卡冰非常平整的 才好卡冰 而且如果你特别抖的话 你也不太好 就是只能是平整 而且这个雪既不能冰 又不能有骨包 最好是刚压完的面条雪 而且还需要这个坡度合适 所以说就是这个卡冰 只能在非常良好的雪框 而且你想搓雪才能滑骨包 才能滑就各种雪框 包括它滥雪 包括还有冰面 然后以及在焚雪 冰面不是搓雪 冰面也可以搓呀 冰面你可以把那个 如果你这个板子认立的话 你可以在冰面上搓 搓冰 那太难了 你能抱起冰来 就是板子 那对板子就要求了 嗯 就在焚雪里面 就是搓雪这个滑好了之后 你看小回转 动态立体的就是滑行那种 非常帅气的小回转 都是搓雪 然后也可以走人小回转 但是搓雪是更多的 所以不要小看搓雪 你看这个板子板尾和板头 有一个相对的移动 看一滑 你就能看见了 这样一滑它又形成 那在雪上形成的一个三角 其实就是你的板尾和板头 有一个相对的移动 然后在你高立刃的情况下 你只要有这么一点搓雪的动作 你就可以很减速 把这个立刃的角度 练高了之后 再加上一点搓雪 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板形 搓雪的练习 就是咱们立刃 刚才是横滑降 那搓雪 就是斜滑降 就可以很好的搓雪 斜滑降可以单脚 也可以两只脚 一开始是练两只脚 然后再练单只脚 咱们就是做一下这个 斜滑降不像横滑降 斜滑降需要横穿雪道 所以说走之前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 今天人特别爽 所以后面 不要小看这两个练习啊 非常有用 这个斜滑降你看你做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脚腕宽 脚腕膝盖 宽关节的配合 你看 你让它更快速度去做 非常好的练习搓雪的方法 然后你两只脚练完了之后 你就练三脚 看后面 让它更快速滑 给我将这个脚腕宽 那么快速滑 它已经上来 带它来 刚才有一个就是打断 就是因为重心有点后座 这个搓血的时候 就是单脚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这个重心 在前后移动的时候 不能过度靠后 你越练了之后呢 一开始只能在很缓的 就是单脚搓血嘛 你只能在很缓的坡上 然后慢慢就可以到比较陡一点 这个红道其实不算缓的 当你把这些练好了 就是以上三个点吧 第一个通过弯形 弯形这个胖瘦深浅来控制 第二个就是提高这个立刃角度 第三个就是更好的搓血 通过这三点 任何积压的平整血道上 你都可以很好的控宿了